妳們剛剛開會講什麼啊 那有時候就閒聊 殊不知開會的時候 當我要講 我要講的話題的時候 這個東西 從他嘴巴裡面講出來 這個我們常幹 我們跟御小姐錄影的時候 我們在後台跟她聊天 對 那妳有沒有興趣做跨境便商 慢慢後面的單子來了 越來越大單 成本放下去之後 隔天早上 網頁進不進去 客服也打不通 那個網友就把他封鎖了 哇 我們也是吵架 然後吵完之後他就 掐著我的脖子就跟我講說 你為什麼每次都要走 每次都要走 你每次都要走 好可怕喔 發改變就是眼神 左眼偏小一點點 我們稱為這個人是 這是稱老婆喔 歡迎收看 姊妹亮起來 歡迎今天的姊妹團 今天節目邀請到 都曾世人不清的來賓們 來和大家一起分享 各種被小人陷害的狀況 而節目當中 也邀請到命理專家 張維忠老師 告訴大家 怎麼避免小人纏身 還有眼科權威 張佩瑞醫師 讓大家一起保護好眼睛 從此不再世人不清 小梁啊 所以你是從幕後人緣起家 對不對 那我已經適隔那麼多年 你現在已經是個民主持人 不敢 那我很想要知道 其實這麼多年來 你有沒有印象 以前有沒有被人家衝瘋過 我跟你講 不要說有沒有 每天被衝瘋 每天 每天的 你這麼惹人厭 我跟你講 以前在幕後的時候 我們就是跟某一位大哥 剛合作的時候 你確定可以在節目講 沒有 那位大哥嘛 因為大哥很多 那我們就不太認識 我們跟那個大哥不是很熟 然後錄... 他們就上去錄了嘛 我們製作人就下來 走到後台這樣 我就坐在那椅子上這樣 嗨了一下喔 然後呢 化妝師馬上過來了 怎麼了 小梁哥 今天不是剛開錄嗎 有什麼問題嗎 是不是大哥的問題 是啊 我說也不是大哥有什麼問題 大哥也只是十分鐘講不到主題 三分鐘還沒有一個笑點 我就這樣子 輕描淡寫而已喔 下個禮拜錄影的時候 大哥看到我的時候說 小梁 妳說我不好笑 沒有笑點是不是 你看到沒有 我跟你講 演藝圈的亂源 就是化妝師 我以為是要講大哥 結果是... 化妝師後台有夠亂的 沒有 他們應該是知道說 演藝圈最多秘密的人 但是這樣子真的是 一直去講別人也是滿... 不太好啊 對不對 對 我們不要講人家閒話吧 自信做就好 但是還是有些料不要嘛 說話的人都來到社群網站 真的嗎 誰 妳說誰呢 有一些 等一下他們發言妳就知道 好... 妳也一直在發言 但是我們也很想知道說 他們在職場上 是不是也有碰到一些人 有衝夯他們 然後想要掐死他 他們也有被弄的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 還是他們... 報應 他們的報應 還是說他們有沒有弄別人怎麼弄的 我們很想聽聽看 是... 在演藝圈之前 我曾經做過一份工作 然後那個時候跟我同期一起 應徵進去的有一個妹妹 然後那個妹妹就是說 應徵的是比我低的 她是做秘書的 然後我是做企劃這邊的 就呢 在吃飯的當中 她有時候就會問我一些說 你們剛剛開會講什麼啊 那有時候就閒聊 你總是會抱怨一下主管 或是什麼說 我們剛剛討論個什麼案子 怎麼樣... 就把這些事情簡單的講了一下 結果殊不知 夠了一陣子我發覺說 她把這些東西都收集起來了 因為為什麼我會知道 是因為我在開會的時候 當我要講我要講的話題的時候 這個東西從她嘴巴裡面講出來 所以變成她來提這個案子了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會是這樣子 那你有跟主管講嗎 我有講啊 這個我們常常幹 我們跟小人在錄影的時候 我們在後台跟他聊天 我們一上去就搶他的哏 這個... 所以是同一種人 沒有 我們上很多節目都這樣 都先搶哏 而且詹老師才是受害者 多少人偷你的哏 你講出來 我不能講 我的背部不能講 我只能偷他的哏 那他上去 他講的話全部都講光了 他馬上要機制 他後來問我說 你為什麼這樣子 我說因為你是前輩 你做過製作人 誰用這種爛考驗 對 這家人是不是OK 我是他的... 你是要逆境屠殺OK 對 我覺得因為有你 所以才有今天小良哥的意思嗎 對... 不是 就是說在旁邊幫他... 幫他搶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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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 對 我當時還算年輕啊 我這樣被一弄 你知道在會議裡面 十幾個人看著我說 那你的想法是什麼 對啊 我就整個傻眼耶 但是你又不想要去 當場戳搶搶他 我就說對 可是這是我的想法 可是人家先講先贏 我記得我在二十出頭的時候 我在一個飲料店打工 然後那個飲料店的老闆 就對我非常好 就是你知道 總是就虛寒溫暖啊 然後吃飯啊 飲料隨便我喝啊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好 那我要認真工作 所以我也一路做到店長職 對 我一路就做到店長職 然後非常努力 非常認真地在幫他顧店這樣 然後有一天 老闆就跟我講說 又汝啊 你有沒有想要把這間店盤下來 然後我說這樣子喔 那可能我要回家 跟我家人商量一下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跟家人商量 那我家人也覺得 我事實應該要為自己著想 未來著想 那他們就出錢 幫我把這間店盤下來 那時候我的家人出了四十萬 把那間店盤下來了之後 我開始經營 第一個月我經營下來 不對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成本跟賺的錢 這樣子打不過來 我就覺得不對啊 怎麼會這樣 再來第二個月還是這樣 我就覺得不對耶 我這個真的怪怪的 後來我就發現了一件事情 我盤下來之後我才知道 他的原物料是有再抽成的 對 所以變成是 他之前是賺錢的 但問題是到我這邊來的時候 他抽太多了 變成是我都沒有賺錢 然後我就覺得不行啊 怎麼可以這樣 我就跟老闆講 結果老闆就說 你自己經營不好啊 你自己不懂得要怎麼節約 我就說老闆 可是我就照你之前 教我的方式經營啊 他說那我也沒辦法 那你錯了 其實除了成本以外 盤之前那些客人都是零演 他為什麼要演藝術給我看 他花十萬塊給你盤兩個禮拜 再賺你四十萬 五十萬 你盤一下之後這些都不見了 OK 我覺得你心機很重耶 我會想到 我會想到今天演這個事情 我也盤過我的店 給別人都這樣戳手的 而且我真的 真的不知道詹老師 到底要鬧到幾點 他整集都這樣子鬧了 不好意思... 怎麼差不多該做了 再做一下... 我跟你講 這就是四個字 四人不親 整個就是四人不親 開場的時候 小楊哥有講到那個做電視 那我本身也是做電視 這個產業出身 那其實我們發通話不外乎 就是發藝人跟素人 其實發素人的難度 其實還滿高的 那我曾經服務過一個節目 就是做素人的交友節目 那是不是要常常面試很多素人 他確定你是不是單身啊 他你是不是很誠懇啊 然後要請你來上節目交友 所以因為我們都要做第一關的審核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 我是四人很親的那種人 就是應該會看人的面相 應該會很準的 真的就有一個男生 他來跟我們面談就說 很希望來你們節目交友 然後他長得就是很帥 我覺得很有觀眾緣 四四聞聞的 眼睛很誠懇喔 態度也很誠懇喔 職業也不錯 我還記得他是在一個 養酒公司上班 因為我們都有簽 我們都有簽報名表 資料都很完整 然後警察身分證是不是單身 所以我就覺得這些都很OK 你們就決定邀請你來上節目 在錄影的前一天晚上八點鐘 他就打來了 不好意思 我明天不能去錄了 我就說 衣服幫你借了 VCR幫你拍好了 明天的攝影棚什麼都喬好了 主持人也會來 你不來我會開天窗耶 我爸爸不讓我去 你爸爸不讓你去 好 那我跟你爸爸講好了 就你爸爸來 跟你爸爸來 可以再你爸爸來 我不能開天窗啦 你阿公也可以啊 對... 我想說那我就跟他父親解釋一下 他父親 解釋完以後他父親就說 就是不去啦 要告要怎樣隨便你們就掛電話 我就晚上八 九點 明天要錄影 就一個來賓就不見了 就趕快再臨時找人 再臨時借衣服 臨時拍VCR 剪接完都天亮 隔天錄完影之後 我就還是咽不下這口氣 我剛剛不是有講說 有留那個報名表嗎 他在一個養酒公司上班 我想說打去問說 你們公司怎麼會用這種人啊 是 結果打去他就說 查無此人 查無此人啊 你怎麼破我哏啊 我喝不就好 我喝不就好 不是啦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 你又會痛痕了 剛剛不是跟你講 叫你不要跟他聊天 就是你 對 被發現了... 所以真的就是太相信人了 對 那我本身也會出社會的時候 我就帶我一個部隊的好朋友 一起到旅行社上班 因為他需要幫助嘛 我就教他很多旅行的業務啦 或技巧 也是好朋友 再提升變成好同事 那我偶爾會出國嘛 出國五天帶團嘛 殊不知他長得笑貌堂堂的 身材一百八十五 然後微笑讚美 各方面都是堪稱一絕啊 身材都很棒 可是我不在的時候 他既然知道我不在你知道嗎 跟我女朋友 我的女朋友喔 竟然偷偷約他出去居酒屋喝酒 喝酒 然後喝酒同時有沒有 先講我壞話 講我的不堪啊 在目對不堪的事情啊 那應該很好發揮啊 不是 就是擔心他講這個 講完之後先挑撥離間 然後再溫柔 酒一喝下去就開始說 我們要不要下一個節目 續他對不對 竟然約他去泡溫泉 蛤 還需要你泡嗎 我不會跟他泡嗎 幹嘛要你跟他泡 不是啊 你與你朋友 怎麼會跟他去呢 他沒有 還是他早就想解脫了 不是啊 有我正面思考耶 他是趁續而入 你知道嗎 他剛剛那個詹老師剛剛講 他那些條件其實不用前面 他只有那個條件 就已經超越我了 就已經超越我了 往負面 往另外角度看 那女人是得到幸福的 可是大家總是啊 但是我不肯鬆手嘛 我該怎麼辦呢 我裝不知道 就真的是世人不清 把錯誤的人當做好朋友 真的 對不對 像最近其實 我有一個很好的閨蜜朋友 他呢 因為最近大家年輕人都會流行 上交友軟體交朋友 是 那大家就在交友軟體上 認識一些人啊 那因為我那個朋友 他最近有買房子 有貸款 那跟朋友網友聊天聊天 他就說我最近貸款啊 利率又升息啦 壓力好大 那個朋友就說 那你有沒有興趣做跨境電商 因為我們的總公司在歐洲 所以呢 我們可以請你在這個網路平台上面 開一個店 那你比如說有人下十個單子 你就把這個貨 你就花錢把成本進進來 聽起來都很合理 然後再賣給他 那這樣你就賺那個差價嘛 都很合理 他就覺得說 聽起來還不錯喔 那我就來試試看吧 結果沒有想到 第一張單來賣出去成功 他就賺了一點錢 放在那個戶頭 對 等到慢慢後面的單子來了 越來越大單 有人可能下了一百單 你光進貨你就成本不夠 這個時候他的網友就說 沒關係 這次我幫你 他就匯了三萬塊給他 下一次又有一個更大的單來 沒關係 這次我幫你 又匯了五萬塊給他 結果第三次 可能來了一個超大單 他的光成本就要二十萬 他說 不好意思 我這次真的幫不了你了 可是我這個朋友告訴我的時候 他就說 因為前兩次他出手相救 他就覺得他對我是真心的 他是真的是要幫我的 所以第三次我就覺得 就像他說 我應該要靠我自己了 他就想說 要去貸款好呢 還是跟朋友借呢 他就跟朋友中級 中到大概二十萬 他自己又再掏個五萬 二十五萬 成本放下去之後 隔天早上 網頁進不進去 客服也打不通 第一時間就打給我 然後呢 叫我陪他去警察局報案 所以我覺得 也要藉由我們節目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你只要在網路上談到錢 談到情 都不要碰 對 這些人表面上要幫你 他真的是 演了一套完整的劇本 連網頁連專人客服 連我前兩次幫你那些錢 都寫本無歸 總共三四十萬就不借了 放長線釣大魚 好可怕喔 是不是 我們張院長也有發生 同樣的狀況 有... 張院長也才兩次 他是高學歷人耶 怎麼會這樣 有什麼好質疑的嗎 講到人才兩次好 親身經歷 大家都知道嘛 醫護人員本來就是 相當相當的忙碌 平常工作很忙嘛 要值班 要輪班 還要排班 半夜還要爬起來 所以其實忙起來是昏天暗地 所以我們大家心裡想那個 什麼理想國度 基本上事實上是 不存在等 院長 你知道張老師滑水 院長 你的志願是這個 小時候這志向就看到之後 就努力發展 院長 你怎麼那麼幽默 結果一到醫院去發現 根本沒有那些事情 只有快要中風的醫師 跟死翹翹的護士 只有這一種而已 那講到以前就是 大家比較忙的時候 投資理財管到沒有像現在這麼多 我們那些宅男宅女們 只知道就是跟會 跟會以前是跟會 比較傳統啦 就那時候因為大家都忙嘛 所以跨部會小組 最熟悉的就是 我們平常認識的一個 漂亮的業務妹妹 有一天就說 我們來起個會吧 反正大家閒著閒著沒事嘛 對啊 他說你一萬 我一萬...很好 下個月 好棒喔 標好高 過不久 好吧 又回來了 沒事做了吧 兩個會來好了 再來 四個會來好了 大家都跟嗎 大家都假厚大小伯嘛 因為有人幫你跑腿啊 幫你弄得好好的 噓寒溫暖啊 幫你把東西都填好丟進去嘛 然後就有一天突然間 上次是你標的嗎 沒有啊 上次是你標 沒有啊 阿花也沒有標 阿豬也沒有標啊 那到底是誰標著的 阿豬阿花沒有標 會不會是高大根表演 阿豬阿花你有標嗎 沒有 好有默契喔 對...就真的碰上 最流行的那時候的導會嘛 是 對啊 結果倒一會兒算一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大家抽一抽 估計有八位數以上 對啊... 千...千萬 對... 這那個年代千萬耶 對啊 千萬小心耶 你知道嗎 人才兩失 雖然很痛苦 可是才失了 我人沒有失更痛苦 這才是張院長的重點 對 別命理專家也算不到 朋友社局差點沒命 帶我去一個朋友家打 是 我坐下來之後 我那個朋友他竟然不打 打沒有三將喔 我竟然輸了將近三十萬台幣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被他帶走了 叫我父母拿三十萬 把我輸回來 人才兩失 雖然很痛苦 可是才失了 我人沒有失更痛苦 這才是張院長的重點 有俏護士沒有風流一聲 對 空遺憾... 那又如... 我確實也是有回想起一個 非常好的姐妹 不想起來就心酸 就是其實我們要好非常久了 然後有一年就是我們 決定要一起學打麻將 但是我這個人就是比較笨 所以我進度就是大幅的落後 所以我很不會打麻將 我甚至不會算牌不會看牌 我都不會 我常常小相公 大相公這樣子 然後新手的排氣可能比較好 特別好 對 然後我就... 我就算再怎麼笨 我也常常會自摸 常常會呼別人 對 然後我如果只要自摸 只要呼別人 他就會罵我 酸我 就會說什麼 天啊 你打那麼爛 你還一直呼別人 你就想來騙朋友的錢 然後會去講很難聽的話 好 甚至我不想打 我就說我不想... 我明天... 他們就說明天再來打 然後我就說我不想打 他說對啦 你今天贏那麼多錢 然後隔天就說不想打 你就是來賺我們的錢嘛 他就是這個臉喔 怎麼這樣 他就會那種...那種表情 然後我就只好被逼著都要陪打 我真的很辛苦 然後有一次也是約了打麻將 那一次真的是引爆點 最大的引爆點 因為我們平常打麻將 我們就是幾個姊妹自己 自己來打的 所以那天夏天 然後天氣很熱 所以我們大家就是素顏啊 然後就穿得比較隨便 比較輕鬆 那我那天穿得比較... 清涼 對 清涼一點 比較清涼一點 然後我就去...怎麼了 小燕哥還好嗎 因為他剛剛本來要用裸肉 這個詞 我想說這個麻將是在哪裡打的 這個厲害... 這算節目的 這是一個新的商機喔 裸肉 不是 就是比較清涼一點 比較...就舒服嘛 因為天氣太熱 然後我們也沒有開冷氣 然後又在高雄 結果殊不知 我們所有的人都在等他一個 他來居然帶了男朋友 他的男朋友 他沒有講 他沒有講要帶男朋友 我們說了... 姊妹素顏那句話 沒有眉毛 不知道怎麼辦 我覺得有時候素顏就算 有時候姊妹在的時候 不會穿內衣 對... 然後他一進來坐在沙發上 他就說 優如你現在怎樣 你穿這麼露 你是想勾引誰啊 他是有問題嗎 他是有什麼問題 我當下真的傻眼耶 我跟他講說 你有想過我們的感受嗎 你要帶男朋友來 你有想過我們可能會很隨便嗎 你自己沒有先講一聲 然後你現在說什麼 我騷貨 他就罵我騷貨耶 怎麼這樣子 我當下真的超不爽 我就拍一個桌 沒有 他先說 他說那現在怎樣 那還要打嗎 我說不要打啦 我就走了 我超氣的 我就走了 我真的有情緒耶 我認識他到現在 我沒有看過他這樣耶 今天他一定穿得很裸露 這是重點耶 你講錯重點了嘛 這是重點 最後就是我真的很生氣 所以這個朋友你就不要了吧 剛才沒有同桌是不是 同桌 剛才沒有同桌 沒有男朋友坐在旁邊 你是不是打二餅說奶奶給你吃 好了 老師 三條褲有穿嗎是不是 好了 沒有 我們連打都沒有打我就走了 然後那一天結束之後 那其他好姐妹 也真的覺得他越來越過分 他就是從一個牌 打牌開始看到一個人的人品 居然是這樣 然後我們從此以後 就跟這個姐妹斷臉了 真的 打麻將可以看穿一個人 對 我沒有想到差這麼多耶 對 這交友不勝 我也是退伍之後 事人不明 對 一個好朋友時常在一起打 那就算了 他竟然帶我去一個朋友家打 我坐下來之後 我那個朋友他竟然不打 他說我有事 我先走 那我義高人膽大 誰怕誰啊 一個打三個 打五個都沒關係 那時候血氣方剛嘛 對不對 坐下來就打啦 打沒有三將喔 打這麼大 對 因為對岔對飄嘛 整個血壓上升了 就是我就上家去盯我 下家就餵他 對家就一直 我吃就碰 搞了半天我根本 還沒有摸幾支牌都自摸 沒幾支牌就放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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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詐欺耶 那沒關係 反正輸了無所謂 反正也沒錢 這是一個好的面對關係嗎 我遇到小人 我要比他更小人嘛 對不對 我就消失一陣子嘛 對... 消失...因為我沒有辦法 還那個錢嘛 連鋼鐵舞 後來經過了半年後 我去附近那個全家便利商店 去買飲料 買了...突然有個人勾我肩膀 好久不見了 好可怕喔 不會吧 這古惑仔的劇情 詹老師 這是你寫的劇本 還是真的 而且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被他帶走了 他還沒有強行帶走我 叫我父母拿30萬把我贖回來 好可怕喔 我要真實故事啊 那父母怎麼可能花這種冤枉錢 那是冒險 那是冒險 你講什麼啊 我多笑死我父母啊 不要浪費錢 我什麼要浪費錢 我父母因為花了30萬 我後來花了300萬 對 不要浪費錢 我父母花了30萬 後來我花了三、四百萬以上 之後的買房子給我爸媽住 照顧他們生活 天啊 四人要親 沒錯 人家說什麼靈魂之瘡 眼睛要顧好 對 我18歲就近視 近視眼的痛苦就是在於 我們有時候去日本帶團 泡溫泉 看不見會跌倒 對耶 真的 打個籃球 對不對喔 也是被人家撥掉就看不見了 很危險 甚至也曾經跟女生在親密的時候 怎麼樣 因為不帶的話 她叫娜娜 不會 妳會叫她阿秀 阿秀 阿秀 阿秀你也碰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誰啦 我們以前有喊錯名字 曾經有這樣的誤差過 好誇張喔 可是你怕歌的時候 會瞎掉嘛 對不對 所以經過一個好朋友 做做的推薦 他賺那麼多錢 他都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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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近視眼的 我還怕什麼 所以我就一然決然的去做這個 近視眼雷射 雷射 我發現我做完之後 短短的 只有短短的 不到15分鐘的過程之後 這麼快喔 15分鐘 處理完之後 回去有沒有 睡一覺起來之後 世界不一樣 整個 我應該早一點做就 這個40年的苦 我真的覺得 我好像聽完就覺得蠻心動的 一定要 因為我也是近視 剛剛講近視很深 對 近視很深 因為我 國小就近視 然後我發現 我有一個看不見 我就很恐懼耶 我只要眼鏡拿下來 我就很恐懼 所以我也像老師一樣 洗澡什麼我都戴著 我連睡覺我都戴著 然後變成是 你知道只要女生流汗 然後化妝 戴眼鏡這邊就是會有兩個 然後戴隱形眼鏡的時候 眼鏡就會超乾 尤其是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長時間 對 然後哭戲的話 我真的覺得我戴隱形眼鏡 都快瞎掉了 所以我被老師這樣子一講 我都心動了 所以真的啦 近視本身 他是陪你一輩子 是 一旦開始要戴眼鏡的時候 你就是一直戴下去 好痛苦 院長 我是不等視 我就左邊看起來是詹老師 右邊看起來是郭富城這樣 跟詹老師 郭富城的也 詹老師 郭富城 不等視也滿討厭的 因為不等視 要做一支嗎 還是兩支還是一樣 因為雷射本身 對於眼睛本身 它是分開做的 你一邊一擺一邊八擺 其實都不隱形 好不好 他是把眼鏡戴不住 因為眼鏡會一大一小 看東西會放大跟縮小 外觀也不好看 就會你會依賴隱形眼鏡 非常的依賴 對 那依賴隱形眼鏡 就要造成乾 不舒服 發紅 對 不用拍呼吸 對 真的 他會吸住... 好痛苦 那剛剛也聊到 趁早做的這個問題 對啊 趁早就是說 我們不管你做不做 我們到了40歲 都要老化了 對 老化的時候 你會多一個考量說 我到底要做多呢 還是做少 對啊 所以那你前面那20年 你沒有享受到 所以現在科技其實已經 相當的進步了 拜台灣之所事 為什麼 台灣進士人就特別得多 東方人愛念書 對 真的進士比較多 所以我們用的東西 其實跟國外都已經同步了 對 因為我們用的量也夠大 用的...做得夠多了 那友誼說是這個進士的度數 一般在18到20歲 差不多就定型了 是這個原因 對啊 但那個時候我也沒再長高了 大概就定型了 所以不會再加深了 我一直吃長大人都沒有效果 所以那個... 所以那個時候 差不多就可以考慮這個 做雷射手術的問題 對... 當然我們可以多觀察個 多做幾次檢查 確定一下 你真的沒有在 度數再變高了就可以了 不然大家都要念博士 都會很害怕對不對 而且我聽說 不是不可以什麼撞刀或是潛水 還是飛很高高 就是會影響到 壓力的問題 對啊 就是如果你是空姐 或你是潛水員的話 怎麼辦 壓力其實不怕 坐飛機 其實第二天就上飛機 沒有關係 不要直接碰撞傷口 那它有沒有可能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後遺症 後遺症 任何手術都有 其實都有一點後遺症 對 那以前這雙傷會乾 晚上視力比較不好 對 但是現在科技的進步 進步... 它並不是在說 這個東西已經變了 它不是... 進視手術跟以前不一樣 它原理還是一樣 是... 把一個角膜的弧度去做改變 它在進步的地方 但是進步在它的設計啦 光圈啦 傷口的好壞啦 所以它進步是它的誇張 度數其實都會做到夠 那一般做完手術 有沒有注意什麼 幾天內不能幹嘛 或是不能做什麼事情 就是保持不要弄髒 是最重要的 那其實要有需要恢復期嗎 還是隔天就可以正常生活 隔天就可以正常生活 化妝的話 大概一兩個禮拜 一兩個禮拜左右 因為古早時期還要帶那種什麼 遮光鏡片那種 有...現在比較不用了 現在其實傷口會越做越小 越新的手術 它其實傷口可以小到0.2公分左右 那很好耶 這跟我以前抽值要開這麼大條 我現在只要一個小洞 當作沒有抽一樣這樣子 院長也在做抽值嗎 這不是重點 這不是重點 超好幾次 都沒有效果 而且聽說手術的過程 非常的快 手術過程相當相得快 對 大概從頭到尾 包括消毒啊 做完大概15分鐘內 真正的手術時間 剛剛詹老師有講過 有時候舊的雷射手術 會混到一些 好像有點味道 是 那是雷射氣化的味道 對 那現在新的手術 也沒有這個味道 對 好棒喔 那很多人是利用這樣子 來矯正自己的視力 對 那還方便 可是真的每一個人都適合嗎 不是 就是說你會評估 你有沒有肝眼症啊 有沒有其他的疾病啊 對 有沒有甚至視網膜的問題啊 等等 對 這些都要先考慮 所以其實還是跟醫生講清楚 把你的疑慮跟他講 讓他解答你 這個比手術本身更重要一些 院長那邊的醫生群 都經驗非常的豐富 除了機器以外 他們的經驗非常豐富 但是你開完手術 你不要以為你就無敵心心了喔 對不對 不要說每天就開始追劇啦 搞到天亮啦 對不對 還是要正常的作型 對... 開完手術本身你的 你只是度數改變 你的眼鏡跟隱形眼鏡 已經跑到你眼睛上面去 不用再帶了 但是你的視網膜啦 你的神經啦 你的那些部分都還在啊 還是不能過度使用 其實我之前有去諮詢過 是 然後呢 他就告訴我說 你40歲了就不建議做了 我覺得很可惜 就是我覺得如果有考慮的人 不要向我考慮到40歲 才決定要做 我覺得要做這個決定要早一點 不然真的會很後悔 對 那我們先從40歲開始 就開始進入老花那個班 老花班 你先過去那邊 到60歲你就進入 擺內障那一班 對 到80歲你就進入 是我們退化那一班 對 所以我們從這一班到這一班之間 會不會到了那個班之後 你的視力又被影響到 所以你的享用年時間就變短 所以剛剛講張老師說 趁早做其實也有它的意義 是 對 而且呢 那個我們看新聞 很多那種NASA的太空人啊 是 NBA球星啊 美國海豹部隊啊 那樣專業的人士 他們都有做過近視的手術 那一次嗎 對 就是把我們的眼睛顧好 你以為詹老師已經夠Drama了嗎 沒有 還有更Drama 還有一位 其實我告訴你 真的 在外面 叫姐妹 叫寶貝 叫親愛的都不要相信 那些姐妹都會跟你聊心事嘛 不管好的 壞的都會聊 然後那時候 像我分手的時候 我心情不好 姐妹就說 好 沒關係 姐妹帶你出去漂沸 恐怖情人退散 好男人要漂這種的 我們也是吵架 然後吵完之後他就 掐著我的脖子 就跟我講說 你為什麼每次都要走 你每次都要走 好可怕喔 然後無法改變就是眼神 左眼偏小一點點 我們稱為這個人 就是稱老婆喔 下午分手的時候 我心情不好 姐妹就說 好 沒關係 姐妹帶你出去漂沸 那你們也知道 就是當一個人很喪心的時候 就會出現很多失格狀態 比如說我可能抱著馬手 對 或者是 對 或者是 可能就是會群魔亂舞啊 就是你為什麼不要群魔啊 之類的 對 然後或者是 或者是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跌倒啊之類 各種糗態 然後這個姐妹很恐怖 她就是會錄下來 因為以前我們就是 出去玩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群組 就比如說 吃喝玩樂群組 然後大家都在裡面 結果 另外一個好姐妹打給我 她就說 妳知道嗎 妳昨天喝醉酒的畫面 在那個群組裡面出現耶 怎麼可能 真的假的 我說不會吧 不會這麼誇張吧 然後她就說 我正名也看到 結果我還故意打給那個人 還錄音就是說 她說你知道嗎 她昨天真的很好笑 她是瞎妹 而且你知道嗎 她只要就是有酒 假如有人說 我這裡有酒喔 我就會出現 搞得我好像免錢的 酒店小姐一樣 你知道嗎 對 到處在各個群組裡面 放我的球桌 拍妳那個穿內褲的是不是 這是各種 那照片還在嗎 對 對 我也要是正經喔 有件事趕快把它刪掉 對 然後後來我才發現 她不只拍我 其他人每個人喝醉的醉態 喜歡看人家出球 是 我跟你講這個喔 視人不親喔 我跟你講從面相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嘛 知人知面要知心 對 有時候從面相可以看出三四分 這只是幾個重點 你們參考一下好不好 譬如說 就是一個尊貴的男人 先看他耳朵 對 薄耳小耳短的人 通常他比較 講好聽話是省思簡用 講難聽話是 比較個性 刻薄 愛占別人便宜 所以他容易見不得人好 你講什麼他不聽 所以要大 厚 長的耳朵的男人 比較有包容性 不得的話就打一點潑尿症 或什麼之類的 對喔 還可以補救 第二個重點是 眉毛有雜毛 所以眉毛要順 要齊 如果是左右亂長 左右橫身亂長 人家長橫的 他長直的 對 生氣橫 有這種 就是說會...就是 撐絲... 撐絲不齊 撐絲不齊 甚至有開花的 個性比較自我 很倔強 而且容易跟別人起爭執 代表人脈交友 也容易帶壞朋友給你認識 其次 這個很嚴重喔 牙齒 牙齒不好的話代表言不由衷 有時候講話有沒有 會容易騙人或此不達意 甚至於比較自私自利 有時候會喜歡爭權奪利 口舌是非多 所以牙齒撐絲不齊的 有縫有勾的 包括有口臭的 牙周病的 都趕快要去處理 鼻子不對稱 牙齒有不對稱的 牙齒有一定 怎麼不對稱 很多人你仔細看到正面 牙齒是歪一邊的 代表心素可能不正 見立妄議 甚至於這個鼻子代表福其功 也可能是代表 見色妄立的意思 這都非常大家值得參考一下 以上四點啦 要注意啦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 在職場上或是交朋友 可是還有一種就是 我們要談感情嘛 另外一半 如果碰到另外一半是 你傷害的人然後他欺騙你 虛然不清 他怎麼辦啊 這真的是說來 讓我膽戰心驚跟非常害怕 恐怖情人喔 恐怖情人 是恐怖情人 就是我那時候呢 我大概是大學 他是我的大學同班同學 然後我們就這樣認識 然後就在一起 那因為我那時候 大學一開始是讀屏東的學校 我是高雄人 所以他會...他是屏東人 他會每天從屏東開車到高雄 我家來接我 再把我再去上學 他非常的貼心 然後我跟他出去 永遠就是 你冷了他就知道幫你披外套 就非常貼心的一個人 然後有一次呢 就是我們講好說他一起回他家 跟他媽媽吃個飯 那那一天呢 我就跟他一起回家 第一次跟他一起回家 他就在客廳打電動 然後我就跟他媽媽到廚房去幫忙 就裝一下好媳婦嘛 對 然後幫忙切菜什麼 然後都弄好了 我們菜也...晚餐也準備好了 我們就上客廳這樣 大家就坐在那邊等他 然後他媽媽就喊他說 弟弟啊 趕快來吃飯了這樣子 然後他完全沒有回應 然後他就繼續打他的電動 然後我就覺得 這氣氛有點尷尬... 我就想說 好 那我來叫他好了 所以我就去到他的電腦桌前說 媽 我們都準備好 趕快來吃飯 他也不回應我 我想說 這人是怎麼回事啊 我就有點在意氣用事 因為他都很讓我很疼我嘛 我就覺得他應該 這一次也會這樣 我就把他眼鏡拔掉 然後我就直接拿著 就走到餐桌去 然後他就真的過來了 他過來之後 他就當著他妹妹跟他媽媽的面 直接三字經 我第一次去他家 他在他的媽媽面前 對 罵我三字經 擦擦擦把眼鏡還來 然後我當下傻眼 然後我完全不知道我要怎麼辦 他媽媽還默默的說 然後我就說 我就... 我就當下我真的 我真的已經氣到 真的快要爆炸了 我就默默的站起來 我就把眼鏡拿給他 他眼鏡戴了 居然繼續打電動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從來沒有受過 這麼大的羞辱 我包包拿著我就說 阿姨 今天謝謝您 那我先回去了 我就走了 結果我走了 他也沒有來追我 我就好像變一個人 打個電動變一個人 他也沒來追我 是他媽媽在... 我就坐火車要回高雄 他媽媽在火車上 一直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想說長輩嘛 不好意思 我就接了 我就接起來 我說喂阿姨 他就說 又汝啊 你不要... 你不要生氣啦 你原諒他啦 他叫我原諒他 他媽媽拜託我原諒他 說他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在打電動的時候 會比較情緒化什麼的 然後我就... 反正我那時候就決定 好 我原諒他 但我真的覺得 原諒他是我惡夢的開始 是 接著我們後來繼續相處 吵架的時候 他開始會有一些暴力的舉動 比如說他會開始吹牆 從先吹沙發開始 然後到吹牆 吹桌子 摔東西 好可怕 有一次我們也是吵架 然後吵完之後他就摔 又開始情緒爆炸了 我就覺得不行 我不能再跟他溝通了 只要他遇到這種爆炸的狀況 我一定就是先離開 我說好 那你冷靜一下 我要走了 結果他就馬上 拉進他房間 然後摔在牆上 我就後腦袋直接撞到牆 然後掐著我的脖子 就跟我講說 好恐怖片喔 他就掐著我的脖子 然後非常爆炸說 你每次都要走 你每次說走就走 然後我當下是 但你心裡那一刻應該是覺得 我要決定離開這個人吧 我真的覺得我完蛋了 我覺得我不知道我活不活得了 今天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我應該 過不了這一關 我應該過不了這一關 結果就在我已經眼前發白 耳朵已經聽不太到的時候 他突然鬆手了 他一鬆手 他就跪下來 好可怕喔 他一鬆手他就跪下來 打了你又跟你這樣道歉 然後他就說對不起 我剛剛不小心情緒失控了 然後請你原諒我 請你原諒我以後 再也不會這樣 這麼什麼的 可是你知道我那時候 已經沒有力 我直接在他房間裡面 我就昏倒了 是 然後等到我醒過來的時候 我發現我人在他的床上 然後他還跪在那 我那時候看了這個場面 會覺得我現在要怎麼辦 我現在如果我還堅持 不要原諒他的話 我一定離不開這個房門 我就跟他說好 我原諒你 至少先安全的回去 對 我至少要先安全的離開 對 我一定要安全的離開 我必須要回家 我就回我家跟我媽講這件事 然後我媽就幫我轉校 我就真的要離開這個男朋友了 是 這就太可怕 我現在 你看 我的雞皮疙瘩 我現在講得很可怕 真的耶 我現在光想我都很害怕 因為真的是太可怕 然後我媽... 我媽就幫我辦轉校啊什麼的 知道...可是他很可怕 他還跑來我那個工作的地方 要堵我 就是要求...讓我求火回去 然後他還在買花 要去給我媽 然後我媽... 那時候我媽是直接跟他講說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敢來找我 或是找我女兒 我會告你 會告你 是... 我絕對會告你 他就因為這樣 所以他就再也沒有出現在我生命中 對 因為我覺得任何暴力 其實都是不OK 在感情裡 太可怕了 又有講到激動處 眼淚都要掉下來 我真的很想上去抱抱他 沒有...太多了 而且你看這個故事從到尾 沒有... 我說這個故事從到尾 這麼正面 你這麼有教育意義 所以前面張老師講的 應該全部都剪掉了 沒有意義嘛 就這一段就好了 不...我還可以 以後你交男朋友要戴假髮 為什麼 他一抓 頭髮掉了一個頭 你是不是應該剪掉 這一段真的不能 多了... 對啊 本來要得金鐘獎的 我們這一段 這才脫殼OK 這個真的要小心啊 這個也是啊 視人不驚嘛 而且其實在感情上 真的大家都走過很多冤枉路 像我在年輕的時候 也曾經交過一個對象 他就是異常的害羞內向 就是你可能跟他講話 他都不敢正眼看你 那我是一個很喜歡 帶另一半去跟朋友 一起吃飯的人 那他在那個很熱鬧的飯桌 他都也是很內向很害羞 然後就是醬鼻鼻翼 然後後來呢 交往到後來 他有一天他不曉... 他就是生病了 他說我得了黃斑部病變 所以我都不能出門 因為他不能見到陽光 那我還去照顧他 幫他送日常生活用品 幫他送飯啊 然後打點他的生活 那交往大概又過了半年 他突然有一天就跟你說 我想要跟你分開半年 先暫時分開半年 半年後我們再複合 現在停起來就覺得很傻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就是世人不明 就是還是相信他 覺得半年後你就回來了 我等你 我等你這樣子 就當中他去當兵 對 對 結果咧 真的半年後 他也沒有... 他當然沒有回到我身邊 我就傻傻等了他半年 結果我以為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結果並沒有 過了一段時間 有一個朋友打給我說 我看到你之前那個對象 在網路上留言說 原來我已經單身六年了 可是我跟他分開 才不到半年喔 所以他不認為你是他的對象 對 我就跟我朋友講說 我第一次是說 我的付出 我之前的付出都白... 剛剛那一句有點衝動囉 沒有... 我的付出都白白的付出 我都拿不回來了 是不是都白幹了 一切都白了幹了 是這個意思 我以為事情就這樣結束 沒有想到他還想要跟我 再續前緣 我剛剛不是講 他之前都很害羞 很內向嗎 他後來當了保險業務員 是 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對我很熱情了 乾哥 他是要你買保單吧 今天是夏至喔 不能喝冰水喔 冬天明天寒流要多穿一點喔 你說我自己有農民力 我可以看 對 就突然變了一個人 很熱情 跟你續航溫暖 然後就是要想要照顧你這樣 人格分裂吧 就是完全另外一個人 他就是要賺你的錢 就是... 對啊 那你有買嗎 那沒有啊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 對... 說真的這種育人不俗 有時候我們肉眼 真的是看不出來 但是還是有一些跡象 也許可以有機可循 詹老師 你是專家 節目最後 還有精美禮物大放鬆喔 詹老師 你是專家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如果真的一個好男人 他有沒有什麼特徵 我們看得出來的 所有的醫美 無法改變就是眼神 是 眼神 所以說有幾個眼睛 我可以跟大家講 眼睛小的男生 眼睛小這樣 他比較會小心細心 很多事都會戰戰兢兢 他對你的一舉一動 都能夠非常體貼 所以不用這樣示範 我怕... 公司的製作預算費有限好不好 眼睛小的人本身來說 很多彈心都長這樣 他本身比較不容易說外界的誘惑 那麼在感情當中 也不容易出軌 這是重點 因為他看到的視野比較小 他已經只有你而已 OK 是重點 那第二個就是 眼睛小 眼珠又大 這到底是什麼生物 那就是... 那就是牛嘛 跟馬嘛 牛眼跟馬眼嘛 什麼話 可以 相學真的有這種眼睛 那眼珠小 眼白多 就有上三白 下三白 姿勢過高 或冷酷無情 那你眼珠變大的話 就有可能眼白比較少 比較深情深邃 那麼這種人本身來說 比較會懂得去關懷別人 其實就是我說的 這重點 眼睛都有大大小小不同 包括我們身體都有左右長短不一樣 對...一定會 左眼偏小一點點 那右眼稍微大一點的話 我們稱為這個人是 疼老婆的眼睛 左眼小 右眼小 是好的 那是好的 對 這是好男人的 左青龍 右白虎 龍 男 虎女 看清自己放大自己的意思 所以這很重要 左眼要小是不是 對... 那個是... 有夠小嗎 沒有... 然後他就還說 左眼小 右眼大 這是陳老婆 那個... 那個叫做真眼 真眼... 對... 男生就變成這樣子了 對... 正氣就這樣 重點還另外就是我們說了 這個是眼尾下垂 這個很重要 這個... 這個可能要... 要稍微麻煩院長 我們來做模特兒 院長 院長何其無故 如果眼尾不下垂的話 你看看 嚇死人了 下面張飛 對... 要玩院長 眼尾過小的話也是下垂嗎 對... 這樣是瓷眉善目 有沒有 瓷眉善目配合眉毛跟眼尾 對 稍微垂垂的喔 給人感覺非常的慈祥 是 不與人爭鬥 是也是個愛妻 愛女朋友的好男人 大概這樣子 可是呢 我們剛剛一直聊到 有些是眼睛看不清楚的 就是一種 如果你碰到小人 或是你要怎麼遠離他 我覺得眼瞼意該的 舉出幾個重點 讓大家來分享一下吧 我盡量 我盡量把它速度調一下吧 譬如說座位 座椅有沒有 有扶手的 代表左右逢圓 當你選擇辦工作的時候 就這樣要有扶手 或後面高高的椅背 很多盪的椅子都有扶椅喔 那有一些比較辛苦的 勞力工作者 他們都是做小板凳 沒有靠背 就在那邊吃東西了 不是看不起他 就是他的社會地位很辛苦 我們都鼓勵他換個椅子 第二個就是我說的 桌面 桌面如人面 對不對 那麼 桌面的左邊 書桌也好 梳妝台 化妝台也好 左青龍又擺虎 左邊盡量放一些比較高的東西 電腦或什麼比較高的 有人放金凍 有人放聚寶盆 有人放金油或是燈之類的 都代表左明右暗 都代表貴人扶持 這可以加分好不好 腳底怎麼樣 腳底 我們看時常很多上班族的小織女 他在辦公桌腳底就會 他有打赤腳或脫鞋子的習慣 他的腳底會放一個我們說的 紅色的地墊或地毯 紅色 紅色的中國人代表吉祥 轉陰為陽 開堤走高 轉暗為民 這個彩虹地毯也代表自己的桃花 也代表喜事 也代表我們貴人的願望 是加分的 其次床位嘛 床位也代表我們說的 你知道床邊不能靠牆壁 代表姻緣會撞壁 OK 包括我們說的感情不順 愛人不來 床一定要放正中間 是 代表左右逢圓 玉帶環腰 人脈好 那麼床室房室 趁心如意 OK 沒有押韻但也可以通過 沒有... 所以這... 遠離小人的好風水 這四個地方一定要注意啦 是 好不好 不想再遇到妖魔鬼怪 眼睛就是要顧好 視力才會清 人生才有光明的這一條路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然後我們的Q&A Po 回答小問題 就有小禮物送給你喔 是的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姐妹樂起來 下次見 拜拜 謝謝 大家 為啟紅 禮物 開水 谢谢大家